第一個打開螞蟻以後呢 我們這邊window裡面開它的那個content browser 這邊content browser 那我這邊呢跟大家講一下怎麼樣去猜整個角色的UV 這邊先看到它的 我看一下喔 這邊為什麼它的 Current Project, Fire System, Example 應該要切到Example 舊版的,新版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這邊呢我們要去找Example裡面的Modeling 裡面的People 我們看一下 這個太複雜了,我們要找一個比較簡單的Bipad 所以這邊呢大概從Bipad這個地方呢 去拉出一個角色出來 中鍵拖拉或左鍵好像都可以 然後這個角色呢其實現在就是丟到 丟到那個Risen UV 我們這邊呢可以選兩個格式 一個是OBJ,一個是那個FBX 所以這邊我們看一下它的 OBJ有嗎 有,OBJ Expoed Expoed Selection 那Expoed到這個專案資料夾裡面 我這邊呢是打一個Main 好了,OK,Man 再輸出一次喔 FBX,因為這兩個格式都可以 Blender的話,我記得測試過也是都可以喔 所以Blender確實也可以直接跟這個軟體做整合 OK,一樣是打一個Man 好,那這邊呢現在到Risen UV 第一個先把檔案給揮進來 所以呢,你要load這個檔案的時候 這邊有一件事要注意 不能把它的UV給載入喔 等一下我去找一下這個講義方案社團 我現在呢,要把這個檔案從文件 Maya Project Default Scene OK,這邊呢我現在選OBJ好了 開啟 好,所以現在那個UV並沒有拆好 Alt加左鍵 Alt加中鍵 Alt加右鍵 好,先到這裡就好 我們好畫面 沒有現在我們是想畫面 我們好畫面 我們來的 感谢观看